排隊民眾有的戴著帽子 有的自備板凳 大熱天拿著扇子不停煽風 現場人數目測超過六百人 人潮長達五百公尺遠 還沿著潮化線排排座 這些人全都是要來搶買蛋黃酥 中秋節前夕彰化這家蛋黃酥名店 十四號開始一連三天開放門市販售 每人限購三十顆 有民眾一早四點就來排隊 還有代購業者前一晚金雞吊派人手 從晚上八點就開始排隊 一早進店買到蛋黃酥 直接在店門旁邊擺攤做起生意 一盒十五顆原價七百五十元的蛋黃酥 賣到一千五百元 一盒二十顆原價一千元的蛋黃酥 代購價直接翻倍賣兩千元 蛋黃酥被代購業者翻倍賣 還是有不想排隊的民眾掏腰包購買 不過業者開放門市販售 排隊的人多到周邊道路的交通變得混亂 我強調做生意一定要有社會責任 分局也有派警力 在周邊道路加強來巡邏 會影響到交通的部分 我們會予以勸導 為了維持交通秩序 狹區遠景騎機車到場巡邏 勸導拿板凳站位的民眾 不要佔用到車道 也加強取締路邊微停車輛 華視新聞有保證紅蓮會接中藝 狀況報導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